世界局势对中共是有很大影响的 因为我们知道自从中共建政以后 它采取的各式各样的政策 在本国范围内爆发的最大的反感 最大的一次抗议行动 是我们知道的1989年的六四 从此以后 我们没有看到全国范围内的大规模的抗争的运动 现在可能是一些群体 是吧 维权 维护各个阶层 那么受到中共这个体制各式各样的迫害 他们没有形成一次联动 那么 从去年下半年开始的国际形势对中共越发的严苛 尤其是今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主要国家 那么他们实行了一次联动 在各方面开始封锁打压 中共已经伸出去的触角 随着各个国家政策的变化 中共也将调整自己的战略 我们主要可能在政治上 经济上 军事上 以及舆论宣传口径上 会看到这样那样的不同 有一些已经开始了 我们先说说政治上吧 从中共自己的角度上来看 他们最大的压力是经济下行 而公务员的队伍在无限的庞大 这个问题呢 在经济上行的过程中 体现的就不是那么明显 经济一旦下行 这个问题即将爆发出来 那么这么多公务员 他是要吃粮的 他还要吃得比老百姓好 得了钱还得出国溜达一趟 你如果说降低了给他们的待遇 不说他们来反抗你 最起码会出现卸政 待政的状态 这个谁也解决不了 那么我们知道 随着川普的这个政策 对中共而言 他们短时间内 确实获得了一些帮助 他们凝聚全党的意志 来进行一次对抗 因为现在不存在 权贵之间互相扯的问题了 这个问题得放到一边 现在的大局势 要稳定中共这个执政团队 对中国的控制 中国的经济下行 吴爱茂将被阻绝 进口 将会变得越来越困难 随着创汇能力的缺失 在很多方向上 都会受到资源的压力 那么国内的资源不够 想进口的话 手上没有硬桶 粮食就会成为一个 主要的话题 各个地方的省市 为了迎合中央 为了换取自己能够 得到更多的资源 他们也将被迫 与中央短时间的 站在一起 直到中央没有能力 从外部获得足够的资源 来扶持他们 那么逐渐我们就会看到 这个离心现象的发生 我预判大概是一年半 因为中央现在掌握的 不仅是大义民分 还有一些外汇和 与外界沟通的管道 如果说对抗持续下去 中央所掌握的这些资源 将在一年半之内耗尽 那么地方政府 不得不面对 自己要求生的问题 所以中央的威权 能够维持的时间相当短 但是在目前的情况下 中央还是有一定的吸引力的 它对绝大多数省份 是用资源来吸引它 对战略要地 是以加强军事管制的方式 尽可能保证 与中央一条心 我们看到了 中国政治正在发生一些变化 有一些 长时间来得不到发生的人 都开始指出 中央有一些政策 已经偏离了 邓小平当年提出的方证 而且说这些话的人 就不仅仅是任志强这一类的了 邓朴方 朱镕基 都已经出面 那么短时间内我们看到 中央呢 会有一些政策 来尽可能的安抚地方 并且尽可能消除这些元老 权贵 老的这些家族 对现实政治的干预 中共极有可能采取的 是捆绑全民 全党的方式 今后我们将看到的 政治上的变化 将会越发的严苛 他们不仅仅要打压 基层党员 所谓的自主性 还会在个别领域内 严重的敲打 这些元老们 希望他们能够 尊重习核心 目前的思路 我们最近看到很多 中共内部爆发的 不太寻常的声音 甚至习近平也做出了一些 磨灵两可的做法 最近一次我们看到的是 他既强调军民融合 以军工单位优先 与民企进行融合 没过两天 他又写了一封信 鼓励民企 继续蓬勃发展 肯定了民企 在中国经济成长过程中 曾经取得的代价 尊重了他们的历史地位 那么很多人觉得 好像中共的政策 极有可能有转型 四中全会 有可能会出现 不同于以往的政策 其实抱这种幻想 没多大必要 中共目前的管理团队 他们是知道 整个世界对他们的态度 小的国家 现在对他们是近而远之 大一点的国家 你让他选择抱美国大腿 还是中国大腿 傻子都知道应该怎么选 所以他们相当的 清楚他们未来会面对的 对中共未来的预判 不要忽略了一点 他们短时间内改变不了 世界对他们的看法 他们就必然要改变 自己的做法 强化政治挂算 让政治运动 回复到全民心中 甚至掀起一个又一个的高潮 这才是他们长远的目标 短期内有什么变化 不要被他吸引 他形成不了事实 即便有一些 让你感觉到希望的地方 如果你当真 倒霉的 肯定还是你自己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